那我们就以陈氏太极拳陈发科先生的一个 走法的一个演示 给大家来研讨一下这个事 大概意思 光一拉开 我们从这个角度 棒的撞击进去 一掉 既有动机 又有让对方失去平衡的能力 自打上一次我们拍了太极拳的发力是对撞发力之后呢 有的朋友评论你这东西不对 那我们就以陈氏太极拳陈发科先生的一个 走法的一个演示 给大家来研讨一下这个事 现在看看陈发科宗师这个照片 大家看 刚看他上半身 他上半身为什么是一个是拉着 一个是顶着 关键是大家会发现他这个肘很短 他不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泰拳一样 你打肘放得很远 打得很快 撑得很远 他都是在身体附近 而且这个手拉着身体的斜着是为什么呢 更好的体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对撞问题的这个意思 我们两个人一搭手 一般来说对方指着我的中线 他的身体一斜就把对方引过来了 棒一下就打脸上去了 所以这是不是刚才那个他身法斜 身法斜的目的是不受对方的前后力 当我是这种状态的话 对方推我身体他是很容易让我受力的 但他在推的一瞬间我身体一洗 大家会发现他的两个手就被我引开了 这一肘就打到脸上去了 当然这只是打脸的一种效果 但是我们这个肘奥兰肘是往内部方向的 大概意思是往一拉开 我们从这个角度砰的撞击进去 我们这个就不使太大劲了 因为这个是个演示 不能总得打成内伤来 这是一种应用方法 这里面就体现的就是 还是我们上次说过的 把对方拉过来打 叫对撞地 这种包括打对方的侧面 他这个角度他也站不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两个角是一牵一后的 他在这个角度是很有劲的 但在这个角度是一点劲都没的 所以我们这个轴一掉既有重击 又有让对方失去平衡的能力 相当于把对方掉在单杠上打 所以这一招既符合了我们之前说的对撞力 又符合了侧击力 很容易把对方打失重 而且在失重状态下 你想让谁也扛不住 你站起来你当不能扛你两拳 但人家一打你本身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 是很危险的 当然他这个轴其实可以好几个方向 他不刚是向前 他可以上挑可以下杂 例如我们在单手批拳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接触好之后 说不定挂 那么这我们可以去起个上架 他一拉我们又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个调整 或者是当这种角度的时候 我们摆成的时候对方一拉 那么我们一拉开 这个时候朝上面也是可以去击打的 所以他后手这个更多是踩着对方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离近了一接手从这 接住对方之后 这种打法也可以 当然有的时候对方一斜肩 我们打不着了 他从这打 对方一样是站不住的 对吧 所以这都是走法的应用 他始终是有一个手拉着对方 拉着对方进行击打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或者肩或者走 所以这种对拉力是很厉害的 他的内围就不太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拳那种内围 但是各有方向 各有侧重 传统武术更注重控制重心 但是由于传统武术大部分人都不研究实战 也整理不出来里边好的一些基础动作 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失传了